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那么今天呢 这一集呢 给大家讲几个事 那么其中终止之一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内容叫因果报应 昨天老兵不是说了这个大同啊 发生这样的事情 双语学校发生如此 惨绝轮环的校园性暴力事件 对不对 你说你那个九十岁的小孩 在我们那个时代哪有说 你说你就欺负别人同学吗 也顶多说是打打头 踢踢屁股 推两下 也不会去打人家耳光 你那样子叫做欺负别人 你打人家耳光叫侮辱别人 侮辱别的人格 这个一般性 我相信在全世界它都是通的 对吧 而且你要对别人生殖器 去做 去动手动脚 去干一些这种事情 这个叫做摧残别人 这个被摧毁的九岁的小孩 他也许长大 他就会性情大变 原来他是个指南 他可能就被弄弯了 他可能就会成为个二椅子 对吧 所以像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看到网上大量的都在骂施暴的九岁十岁小孩 骂他们家长 他们是该被骂 但是我们没有 我没看到有在背后分析 究竟是为什么会导致现在的孩子 有别于我们过去在学校里面的调皮 我们那时候根本就不会去想到说去弄这些事 所以老兵就讲 这就是西方白左对中国的大面积渗透 所以这些问题你必须要考虑 你是当父亲的 你闭上眼睛 你想一想 你当母亲的也是 我的节目有女同胞 你们想想 你们的子女在学校里面 如果被别人这样子来弄 你是什么滋味 所以你要不要坚决地自觉地去抵制那些白左的那套东西 那么说到这个欺负校园的事 老兵要给大家分享个故事 还记得我以前曾经在节目里讲过 我说我一个同学开了他的凯迪拉克CTS 那个车挺快的 那个车你刷一刷 刷个一阶 刷个二阶 跟宝马M3都能开一开的 他就是转弯的时候 馒头掉在 在吃馒头 吃馒头 馒头掉在那个脚下了 去捡那个馒头 然后转弯的时候 速度又很快 70码过弯 一下子趴 不是撞死三个吗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吧 有的老粉应该记得 我昨天我就想了一下这个事 我就想明白了 包括其实我以前 他出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明白了 他以前就是一个 在我们学校的时候 他就是天天欺负我们班级里的一个低能 就是智商大概只有70还是80 也不是落智 就我们称之为低能 那么大家 那么有很多人啊 就是称这样的人为傻子 啊 人家是真的傻子 但是说他也不是说傻到 就是说要进那些阳光班 就是脑瘫啊 小孩麻痹啊 不是那样的 比那个要强一些 那么这家伙呢 他就什么 喜欢去欺负这个人 而且还喜欢什么 打他耳光 我是很看不下去的 我当时就说 我说你 我说你这打人家耳光 我太过分 而且他又是个傻子 你打人家耳光 什么意思呢 他天天敲诈这个小孩 敲诈我们 另外这个隔壁班 就是这个低能的 这个小孩 他父亲呢 是公安局里做的 而且他是做领导的 就是一直都给他 儿子给的很多零花钱 那家伙呢 他就知道他有零花钱 就扇他耳光 将他把钱拿出来 敲诈他 非常恶毒 那你说起实在话 你打一个傻子 你欺负一个傻子 老天爷会收拾你的 我一直都相信这一点 我就说弱势群体 你是不能够去欺负他们的 或者说人家没招惹你 你去欺负别人 那也是不对的 对吧 那么他这样子去做 最后怎么样 最后不就是 报应到你身上来了吗 这叫因果报应 你当时去这样欺负他 敲打他的钱财 然后这家伙 他家里条件其实也还可以 他就是一个QB 然后他还喜欢到 那个时候不是挺流行上网吧 那时候不是网吧 遍地开花 他就喜欢到凌晨去上网吧 趁人家老板或管理员 睡着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 那个时候 这个视频监控 还没现在这么发达 他就喜欢去偷芯片 把芯片啊 这些东西都给他偷了 什么储存条这些东西 反正电脑里面 这些有用的东西能卖钱的 什么显卡 他喜欢偷这些东西 对吧 去卖钱啊 对吧 还有美其名曰自己很有头脑 所以说啊 你看他最后没有 你去欺负傻子 敲账傻子的钱 侮辱别人的人格 然后又在别人 又在店里面干那些缺德事 偷电脑里面最值钱的东西 对吧 那最后你是什么什么下场 你不就是一家干死三个 让你赔六百万吗 一个人两百万 赔六百万 家里房子都卖了 现在一家就留一套小套 三口 三代人挤一起 这爷爷奶奶睡车库 自己那么工作 政府的工作也丢了 天天在那里送外卖 对吧 还债 是吧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 不管你无论如何 你种下什么恶果 这个世界 它就是能量守恒定律 你他妈就得还债 所以有的网友 对吧 不要认为说 现在你去作恶 你不积口德 或者说你他妈天天 在那里干一些坏事 满肚子坏水 他终将会报应到你的头上来的 只是说看在什么时刻 就是那句话 就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板子打在你身上 给你来一下子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我就说了 我们要与人为善 不要与人为恶 所以这一点就是 我这些年 我就是看了很多这种事 看多了之后 我就有一个总结 对吧 还有 在感情当中 很多事也必须什么 断干净 你像那个 香港那个叫蔡天凤 被他前夫一家给杀害了 放在高压锅里面煮 烹嫩的 他就是没有跟什么 前任断绝掉关系 你在 你在认为说 我对不起你 我给以前来补偿你 你这个时代 你的成功就是别人最大的痛苦 尤其是曾经 他拥有过的男的 拥有过的女的 恋人之间的 这种深仇大恨 那比朋友之间更他妈夸张 所以说这种事情都得什么 断干净 不要剪不断 理还乱 要离婚 要干嘛 要分手 扯干净了 不要扯不干净 老兵就说过 现在这个时代 由于现在 海王星 闽王星 天王星 他的这个走势 包括月亮 包括你地球这么多二椅子 这么多白左 他干的这些事 他会加速月球的运作 加速月球的这种 激烈的运作 会影响地球人的这种心智 所以现在是一个戾气 非常重的一个时代 充满着纷争 动荡 灾难 战争 瘟疫 疾病 疾苦 压力 困难 土星的力量 现在对地球影响是非常大的 压迫你 所以说 我跟各位讲了 你看到没有 因果报应又来了 万物飙涨 法国人买卫生纸 沐浴乳 也缩手 即省钱双招 万物接掌 通胀难挡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路透社周二报道 名声必须品大厂 如PNG 联合丽华 对吧 大幅调涨价格 法国消费者购买个人 卫生用品 洗击用品的数量 已减少 或改变较便宜的自由品牌 有些人甚至减少冲扫 打扫次数 以降低日用品用量 继粮食价格之后 这跟 这可能成为 零售商政治人物 消费品制造商的最新战场 所以大家 大家来来看看 法国在西非一败退 本土马上 价格就飙涨 它的能源 来源失去了 资源失去了 它本土 他们这种 欧洲的资源匮乏型的 这种状态就显现出来了 然后呢 又在这个地方 去什么 调查中国的电动车 反清销税 反补贴 这不就是法国推动的吗 你天天在这里 干这些坏事 那中国俄罗斯 当然 要在西非 你的后花园 整死你 整死你 那你直接就反噬在 你的民众身上 日用品飙涨 当你洗澡 在减少洗澡次数 跟打扫次数的时候 说明什么情况 说明你这个日子 过得已经 他妈的 跟一坨屎一样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 逼一个个天天在那里 牛逼什么 我可以看到朋友圈 又又傻逼 到英国去旅游 我说英国 他妈的 现在还能去啊 再说呢 英国有什么好去旅游的 你说去留个学 或者说去办点事 工作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倒可以理解 但是你说 你说去英国去旅游 这个我觉得 你可能有点想不开 有点想不开 还对这些国家 有一种 啊 错误的着象 啊 所以说你看看 大家看到没 你看他们这些坏 天天这些坏蛋 你看天天弄白左 弄白左 弄得把他们自己 也给反噬了 你有几根基吧 他还要想一下 还要数一下 我有几根基吧 这脑子都这么 一坨浆糊了 所以老兵就说过 当今这个世界 为什么像这就 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煞气是很重的 大家现在发现在 马路上是不是 鹿鹿一族特别多啊 因为一些开个车 或怎么样 看不看这看不看哪个 就上来盖你了 相撞啊 拿车子跟你撞 跟你碰 下来打一架 这种事 逼逼皆是 所以说 你别以为说 你在你天天搞这些白左 你你就可以啊 高枕无忧 这这天时会来整你的 你看 为什么这个白左 发展的这么迅猛 马上就会生产出来 一种新的脏病 猴斗 什么原因 这个新的脏病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这不就是天时吗 让你们去捅屁儿 让你们毁龙 全身全身都爆 那些核心东西 看看这次成都的这个 蔡依林演唱会 极端恐怖状态 极端恐怖状态 那男的那腿粗的 跟他妈那个逼的 大象一样 跟河马的腿那一样 跟犀牛的脚一样 这么粗的象腿 一个男的穿一个超短裙 把皮尔给遮住 弄两双破丝袜 往那一穿 穿个高跟衣皮鞋 我的天哪 那都什么画面 都没个正形 大家说是不是 你说这都是 这都啥玩意儿 所以说现在 就是在什么 我相信看我节目 也看到这留言 我也看到了 有些就是职业占星师 老兵说的没错 你看现在 外面这种影响多大 这星球对地球的影响多大 多恐怖 就你每一次 你看这个地球混乱的时候 中国那时候 五湖乱滑的时候 你想想什么 后赵皇帝石聪 石虎他儿子石聪 喜欢吃他妈的棱肉 对不对 还有那些皇帝喜欢 五湖乱滑的时候 喜欢吃他妈五湿伞 练仙丹 吃春药 干屁尔 都弄这些事 你看那个时候 不是充满了灾难吗 我现在就感觉到了 我们当今这个全球 那当时五湖乱滑 那是中国的事 那现在我感觉就是 全球都在经历这一种灾难 这就是宇宙的负能量 你有你地球人 你每个人都是一个磁场 你同性之间干这些事情 你产生的负极磁场 它就是会影响这些月球 影响这些九大行星 对你的这个冲击 尤其是你会把那些凶星 给调动起来 像火星土星 这些凶星调动起来 让你地球人变得困难重重 压力巨大 心里面都 就是敏感的人 会因为现在的星象运动 而变得很压抑 很沉闷 臭不过气来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八字弱的人 就是会被这个东西 给压坏了 所以说我们 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 就黑白颠倒了 赞扬纳粹老兵 引国际风波 加拿大议长宣布辞职 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长 罗塔日前在国会电场上 赞扬一名曾有 纳粹德国服役背景的 乌克兰裔老兵 引发国际讨论 甚至被俄罗斯找到机会 讽刺加拿大 面对诸多争端 罗塔26日宣布辞去议长职位 综合外媒报道 乌克兰总统 萨连斯基 22日在加拿大国会下议院 演讲后 罗塔提起旁边 有一个乌克兰裔 加拿大老兵红卡 并表示 他是一名参加过 二战的乌克兰裔 加拿大老兵 曾为乌克兰独立 而对抗俄罗斯 他是乌克兰英雄 也是乌克兰英雄 也是加拿大英雄 随后场内响起一片掌声 不过犹太人权组织 西蒙维森塔尔 之友中心表示 红卡在二战期间 效力的部队是纳粹德国 这个卫清 这个叫清卫队 第十四武装 制弹兵师 所以你看看 现在这个加拿大 这些逼惑 他都是些什么人 他连人家身份都搞不清楚 在那里赞扬纳粹 赞扬纳粹 所以大家你想想看 现在你说西方这些白左 他都是什么东西 脑子是不是一坨浆糊 脑子撞的是不是都是狗屎 这他妈就是这些白左 他们在摧毁这个世界 他们在建立索多玛 建立索多玛 最终将会走向覆灭 走向覆灭 你看他们这种混乱的 这种状态 这种思想 包括台湾的混沌宇宙 台湾是个白左社会 你看看那个混乱的 你看台湾的那个嘴 张得跟个鲸鱼似的 那种蠢态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观看